以包容开放的态度能够消除一切的障碍 慈悲服务社的很强法师以试点来框架整个团体的基本诉求 第一个就是对己含荣 第二对人包容 第三对事援荣 第四对鬼笑容 包含了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也进一步要求大家对鬼神要有爱与尊重 师父一直在教导我们 遇到事情你就是要有这种的所谓的我们的文化 就是我们慈悲服务社的文化 就是十六字真言 就是第一个对自己要寒荣 你不要看到自己的一些盲点 一些过失或过错 你就会自己会自爱之脸 会挡在那边 所以要包容你自己的过失 你才能够去从你的黑暗面去走出来 就要接受它 对别人要包容 因为人总是不是完美的 有一些缺陷 你要去包容它 第三个就是你做事情的时候 要圆荣 圆荣就是能让事情很圆满 最重要就是对鬼要笑容 这是我们师父最显然的创新的 为什么呢 因为鬼是代表黑暗 不要说我们自己对我们的一些 不管是我或是他人的 我们都要是要有一种笑容去接待 就是我们要开阔的心胸 寒荣能让我们的心灵 对待自己与对待生活与修行的方式 都保持开放的态度 包容是让我们随时展开双臂 将人们带入我们的心中 多关注那些我们觉得不合的人 努力练习爱心 包容消除所有的障碍 十方新闻归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也许建议